看到刚刚夫妻的这么甜蜜啊 跟下面这一对夫妻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台中市这对夫妻啊 这个先生呢 他在外面有了小三 还给了小三将近八十万块钱哦 要求小三要签下一个叫做 忠实女人的切结书 没有用啦 这个什么书啊 不用签了 后来小三还是令结新欢跑了 这个男的就气得控告小三 诈欺 婚外情也因此曝了光 最后呢 法院判决小三因为冒用他人名字 还有破坏婚姻 伪造文书罪 以及相间罪确立 签了这张忠实女人切结书 真的可以保证 另外一半不会跑掉吗 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台中市一名卢心男子 因为妻子重病 认识在早餐店上班的苏姓女子 两个人互有好感 开始交往 还多次上汽车旅馆发生性关系 一开始两情相悦 卢心男子每次都会给小三 三千块钱的冤交费当作补偿 后来小三开口说自己欠钱 男子帮忙偿还六十万的债务 前前后后给了小三将近八十万 但一想到钱要花在刀口上 便要小三签下切结书 表示会忠实于卢心男子 心甘情愿一路跟随 但没想到后来两人分手 男子拿着切结书要求履约 这才发现小三一直用假名 和自己交往愤而提告 这个协议书的内容 虽然是违反公序两署 不具备民法上的效力 但是被告他因为假冒他人的名字 来签写这个切结书 所以在这个部分是构成伪造文书的 小三冒用他人的名字 伪造文书罪嫌 确定加上婚外情被原配控告相间罪 也被判刑 所谓的忠实条款 在这段不忠实的关系上 理当不适用 中天新闻 廖荣云 龚玉德 台中报道 网络上